我們現在很多人會上臉書 然後我們上臉書的時候呢 Facebook上面也常會看到廣告 像這個贊助這個就是廣告 那廣告有分兩種 一種是像上面這個廣告啊 他直接列出他的商品的長相 然後點下去的時候呢 會直接連到這個購物車的網站 這個購物車的網站就是線上下單 這邊有一個add to card 線上下單直接購買 那這種商品呢 他就適合直接在線上直接購買的 通常這種產品就是商品價格比較低 然後可以直接在線上訂購的系統 那第二種廣告呢 像下面這種廣告啊 下面這種廣告點進去的時候呢 他其實並沒有叫你線上購買 而且他也看不到其他的選項 其他的選單 他的這一頁頁面呢 我們叫landing page 就是單一頁面的網頁 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名單收集頁 好名單收集頁 他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會看到下面有個表單 他純粹為了收集客戶名單 他純粹為了收集客戶名單 像這個姓名電子有件行動電話 然後立即預約 那通常你希望人家會填這個表單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他到你的店裡面去詢問 或者是到店裡面去看你的產品 怎麼樣能夠讓他填這個表單要有技巧 像他這邊有一個免費體驗在這邊閃閃閃有沒有 那免費體驗立即預約免費體驗課程前100名預約 再送炫彩讀卡機或冠堂課程卡有沒有 他有一個我們稱為魚餌的東西 就是要釣魚用的魚餌 那通常都會拿一個贈品去贈送 那你要想一個贈品 讓人家想要去填這個資料 不然一般人他不會想要去填這個資料 因為沒有誘因嘛 所以你要想一個誘因 跟你的產業特性能夠連結的東西 當成你的誘因 讓人家填寫資料 然後你可以去跟他店房 跟他電話聯絡 然後甚至再進一步邀請他到店裡面來 拿這個贈品 那約到店裡面來之後 你才有辦法有這個機會 再跟他多做一些說明 甚至讓他買更貴的課程 像譬如說美容SPA 或者是醫美級的療程等等 或者是課程等等 都是用這種方式 那這兩種廣告呢 就會看你的商品屬性是什麼 你適合線上下單 那你就用第一種 金額不大的線上下單 那你就用第一種 那你適合他到店裡面來的 或者是他適合他填表單 你在事後跟他追蹤聯絡的 那你就用第二種 那一般我個人是比較傾向第二種 就是我們銷售東西可能會超過一萬塊以上的東西的話 我就會建議使用第二種 因為我們會搭配電子郵件的追售 就是自動跟進信件 自動回復信件 等於說他填了表單之後 我們系統會發送第一封信給他 然後接著隔兩天會再自動發送第二封信給他 再隔兩天會發送第三封信件給他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已經事先預設好的信件 那系統會全自動的發給對方 那因為我們在賣的東西屬性不同的關係 當然你的產品如果價格單價不高 那而且你有線上訂購的系統 那你就直接連到這邊來讓他去訂購 金額不高的狀況假如說你買衣服啊T恤之類的東西 金額不高的話或吃的東西啊 你不需要留他的表單 那你就讓他直接到到那個網路上來訂購 那好處是留表單好處是 將來你可以去再去追蹤他 再去追蹤他 那如果你沒有留表單 就是當下他就是要嘛就買要嘛就不買就跳走了嘛 這是兩種廣告不一樣的特性 那這廣告也有 呃也有那個技巧就是說 像這個廣告啊他上面有個大大的圖形啊 他是很一目瞭然就是在賣這個東西嘛 那另外這種收集名單的廣告技巧就是 呃要讓人家看了之後 他你看他故意放一個美女圖啊 就讓人家看了之後至少會停個幾秒鐘 看他上面字到底在寫什麼 那像字數啊很重要 就是臉書他現在有規定一張圖片的字數 如果超過總體面積的20%的話 他是會被打回來不准登廣告的 所以字體也不能夠太多 他像他這個就有一點點有一點點超過20% 可是他能夠上去也也算在邊緣了 也算是在他規定的邊緣了 所以如果說你在臉書上面要打廣告的話 可以像這樣子去打廣告 然後連接到你的網頁去 那你的網頁其實呢也不需要太複雜 因為越專注的網頁 因為你看你的目的性 我的目的是需要取得對方的名單資料 那我的網頁就不要連到網站首頁去 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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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商品 人家會無所適從 一定要連到某一個特定頁面去就好了 因為這個頁面主要就是叫他來預約 叫他來留資料用的